再来聚焦到政坛话题 国民党总统和副总统参选人 何武夷和赵绍康 在今天是首度的同框复选 到桃园替立委吕玉玲站台 对民进党对手赖清德 质疑了赵绍康具有中广董事长的身份 根本就是正媒双七 赵绍康也反驳了 强调这所有节目现在都停了 中广也请假 反抢民进党正媒勾结 后宜随即补刀 痛批NCC在民进党的掌控之下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单级参选隔天 副手赵绍康就加入辅选行列 喊侯悠怡连媒替党内立委 吕玉玲站台 但赵绍康身为副总统前选人 主持节目还兼中广董事长 有没有踩党政均条款红线 NCC打算调查 对手赖清德也质疑 正媒双西 我所有的节目都停了 像中广也请假了 我这已经超过法律了 民进党政府的经费都补助给谁 都补助给绿营 都补助给绿色媒体 这个不是说什么正媒双西 这根本是正媒串通 正媒勾结 赖清德真的怕我 清德上不用怕了 NCC所谓的独立制衣官 都听你们 胜我则仓 逆我则死 你们完全控制言论 直球对决还把包袱丢回民进党 赵绍康加入后 侯康佩火力大幅增加 对柯文哲攻击也不再留情 蓝白彻底分手 24号刚登记的赵绍康 夜奔侯伴 签辩论会同意书 象征侯振营 甩掉破局阴霾 震装出发 科皮有些证件是不错的 它好的证件 我们都可以用 所以这点 科皮的支持者 票可以投我们的 因为我们才会当选 张秀康从头到尾 不甩正媒双七的标签 看来蓝绿白选战 将会越来越精彩 记者操天 焦国锋采访报道 登记头看到的是 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登记之后 如是重负表情 可说是一派轻松 但前民众党的议员 参选人徐又生 就出面退党爆料了 说党内有许多人 对于这不分区的名单 还有副手的领选方式 感到不满意 还批评黄珊 身为不分区第一名 有求援兼裁判的疑虑 一早现身台大医学研讨会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重回熟悉的领域 难得能一派轻松 不过民众党面对多事之秋 前议员候选人 徐又生脸书宣布退党 并提报党内决策 一团乱 光是不分区名单 就引起党内许多人事不满 大家都知道不分区第一名 是黄珊珊前副市长 那他本身就是我们民众党 选决会的成员之一 但是他把自己放在最安全的 第一名 不分区第一名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 就有点觉得奇怪 这个是不是有所谓的 求援兼裁判的问题 这个小机不满要退党 柯文哲快步进入会场没有回应 但民众党一连串的操作 已经引起基层的反弹声浪 可是这个海选机制截止之后 黄国昌委员是在近期才刚入党 然后又被放到安全名单的第二名 台湾民众党的政党部分区名单 皆经过本党内部严谨的 征选程序所决定 也可能这里面有一些遗珠之憾 但是这并不代表 一个个人的主观性的见解 就可以抹杀这样子一份 本党所提出优质的部分区候选人名单 民众党立委赶紧出面缓夹 党内没有不合的问题 但让徐又生决定退党的最后稻草 是副总统仍选的决定 党中央还是柯主席有下令 所有民众党的部分区 都要下去选区域立委 但就你 吴欣赢不用选 结果昨天又告诉我们 你要当副手 快步离开没有多做回应 蓝白破局柯文哲决定参选到底 面对蓝绿袈裟想走出自己的路 恐怕得先解决党内不断的杂音 记者许家胜李若同台北采访报道